分享几条新闻 大家一起吃吃瓜 第一个是索尼的Q掌机 就是那个手柄带屏幕串流掌机 非官方公布 价格不会超过300美元 今年2023年11月正式发售 大概2000左右人民币 和Switch的价格差不多 一个手柄一块屏幕 这个价格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 不过这种串流服务 应该只在欧美日这些国家 才能用得到 下一条 微软爆料 索尼PS6主机将于2028年推出 2020年发布 整个世代8年 不过我感觉等到2028年 应该不会出性能主机 或者本地性能主机 因为到那个时候 我感觉这种串流服务 这种云主机 或者说云掌机 应该是一个趋势 价格比较便宜 携带方便 网络很快 延时很低 也许PS5是最后一代 完整版的本地性能主机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毕竟现在到2028年 还有5年 好 下一条 微软收购 东西暴雪 索尼吉了 是吉姆雷恩说的 如果 微软完成了 东西暴雪的收购 即便后者承诺 继续在PS上发布游戏 但是他们也不会向 发行商 开发商 分享PS6主机信息 因为 东西暴雪 没有足够的动力 对未来的PS主机 做优化 因为他们的主要经历 应该放在 Xbox平台 好 下一条 暴雪禁止 中国大陆地区玩家 参加暗黑寺的活动 最近暴雪官方 举办了一个挑战活动 前1000名 在专家级模式 达到100级的玩家 能够将自己的名字 永久地刻在 尊贵的 利利斯的雕像上 不过官方 在后续复文中表示 玩家不得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港澳台除外 因为暗黑寺 并没有在我们大陆地区发售 所以这样说明 也不是什么错误 但是从情感上来说 这种特别的说明 让我们大陆地区玩家 很不爽 最后一条 RTX4060响卡 将于这月底发布 价格应该是在 2400到2500 不出意外 这块响卡的性能 应该是一块 1080P响卡 或者说介于2K之间的响卡 比RTX3060高那么一丢丢 除了一些新特性之外 它的3D游戏性能 可以这么来推导 1080Ti 约等于 2070Super 约等于 3060Ti 约等于 4050Ti 4050Ti 约等于4060 也就是说 4060和 1080Ti的 3D性能 应该是差不多的 4060显卡 这个性能 这个价格 估计销量 依然残淡 好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